再者确诊病患到新北市淡水的集中检疫中心 集中医疗资源统一照顾管理 但确诊民众想来这里可没那么容易 新北的确诊数激增爆量 那么也凸显出一个非常严重问题 就是新北的基层的医疗能量不足的问题 这样的状况还不是少数议员接获陈琴 有一家九口同住一间六房两未浴的房子 其中92岁的阿嬷跟他两个儿子都确诊 而成情的许先生跟他七岁的女儿也染疫 许太太跟他的妈妈也出现反复发烧的情况 虽然弟弟跟弟妹目前没有状况 但四个人都在裁检中 只是确诊的阿嬷跟伯父都被送到医院救治 但爸爸却被送到177公里外的彰化检疫所 许先生跟他的女儿接获通知 反复发烧的情况下还被送到远在南部的嘉义检疫所 没有及时接受治疗让他不知所措 确实能跟女儿在一起 却得绕过半个台湾集中检疫 因为根据规定确诊后 重症的患者会被送往医院救治 无症状或轻壮的患者则是送到集中检疫所或是防疫旅馆 居家隔离的则是到防疫旅馆 但剩下的家人却还在苦苦等待 还有未备有诊断出来的家人都能够脱上的 不管是送到防疫旅馆还是所谓的集中检疫所 新北市卫生局谈言因为确诊数暴增 许多个案还在处理中 但都有确实做卫教 呼吁没被通知到的确诊者 不要出门随时戴好口罩 毕竟特别时期 基层医护也在努力 只能尽快帮每位确诊者安排最需要的照顾 TV别新闻李国正伟家 其新北市采访报道 5月16号他确诊 个案确诊之后呢 有没有一个单位打电话给他们说 把他们匡列为居家 同住家人那居家隔离 答案还是没有 连里长都觉得荒谬 因为李明接到电话 话说爸爸确诊重症 事隔七天完全没收到地方通知 要居家隔离 自己的爸爸跑计程车 尤其常在万华去接客 一周前身体不舒服 主动裁剪 16号先到阳明山集中检疫所 5月20号无法自主呼吸 确诊转重症送医 住进家户病房 但奇怪的是 同住的女儿孙子 只收到住院通知 需不需要隔离一却 没人告知 重症个案当时住院肺浸润严重 使用瑞德西韦相关药物三天后身体喉转 但疫调足迹得看居住地 尤其小黄司机在客接触者更多 但碍于个案重症难疫调 事发一个礼拜过去 连曾经接触个人都难确认 匡列了没 会不会有漏网之余 让人担心 家属透露自己在当兵的儿子 16号从北部收假回屏东 脸上就有人发烧 心急关心儿子普筛状况 索性全联都是阴性 但接下来他更担心 儿子28号又要休假四天 阿兵哥返乡人潮 恐怕成为防疫破口 表示因为这一批疫男们 普遍在六月中就能够退伍 尤其自己的儿子 更是六月初就要退伍了 短短时间内不停奔波 加上疫情确诊人数激增 家属难掩焦虑 我应该说他们的紧急应变 没有很周全到位 就是他们在营区里面 其实是有做一些防护措施 但是放假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影响很大 非常时期 为何仍然维持远定计划 国防部回应 也是为了维持各部队 正常的战备建立 目前各部队维持正常的战备训练 以及人员的休假轮值 以确保战力的维持 官兵的生活照顾 那么战备训练跟维护国家安全 是国军的一个职责 但官兵的生活照顾 健康休假也都是官兵的一个权益 但对于官兵休假的防疫措施 也强调目前都是非常严格把关 谨慎面对 官兵在休假之前都会再次加强宣导防疫重点 要求官兵回家后减少外出 禁止到人群聚集的场地 在回到军营之前 也都会完成量体温跟消毒 尽全力防堵疫情进入营区